大家好,我是大城參攻教練李宗健 目前來到大城真正在這支球隊是只有一年多的時間 但是在之前有來協助或訓練 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 所以總統都加強應該有算三年多 當初是退伍的時候 老師有轉介紹給我們的比較老的教練 就是有推薦我來這邊先開始協助幫忙 也是一些英年忌諱 然後老師就問我說要不要來協助球隊 然後直接幫忙練球 球隊創今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 所以是一間歷史還蠻悠久的球隊 然後前前後後總共有拿過三次家族練賽冠軍 其實學校一直以來都很支持球隊 所以像學生來住宿方面都不用煩惱 然後甚至他們的飲食其實都學校都會幫忙支出這樣子 然後學打費都全面 我們近幾年 球隊的主要來源都是來自我們自己縣內的馬關國中 也會加上一些鄰近的學校 比如說籃頭的草屯啊 然後也有嘉義的 然後甚至一些遺囑的 我們會去遺囑往國一些好的選手進來 目前我們訓練時間都會配合賽季 然後我們會有成超 成超通常是禮拜二跟禮拜四而已 然後一天都會練兩餐 就下午或是晚上 我是大城山宮的學校人 然後打個位置是舉球員 我是運動在地人 國小的時候因為愛玩就會走得上奔跑 教練還有體育組長看到 然後就被拉進一排球隊操訓練 然後就這樣子慢慢的接觸 就國中的時候也一直很猶豫要不要繼續打球 畢竟來高中假組了 就那個成績又不一樣 對啊會怕練 然後也是要堅持下去 學校老師也推薦我們進來大乘上課 然後就繼續練 然後繼續打 其實我平常生活管理上或是私底下上 我都會要求他們就是說 你們現在是學生的本分 然後該自己的 該有自己學生的樣子 然後做什麼要像什麼 因為我們學體育就是品格或是生活管理上都會特別的要求 所以不要像好像是沒有學體育的人的樣子 我是不希望他們太隨便再處理任何一件事情 對要做什麼像什麼 跟教練 跟教練 他其實人也不錯也很好 也蠻好相處 我們如果做錯他也是會好好跟我們講 如果太多次的話 就也只能操啊 就處罰我們 我覺得這都OK 我會輔導他們就是盡量去考照 因為我們學校是技職學校 然後像我們讀資訊科 所以我會傾向他們就是去考一些證照出來 不要說只有走去這條路 希望我們這次聯賽可以進出賽 因為我們去年失利了 然後連12強都沒進 所以今年我們目標會先放大一點路 以12強的目標 然後再慢慢的向前爬進 然後最終還是會以6強 對於球隊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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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4月的時候 有受到高中體種的那種 推手獎的認可 然後再加上 學校長期支持這支球隊 雖然這幾年球隊的造成狀況 不是很理想 然後有可能是因為燒石化的衝擊 跟一些高中這幾年 也竄起滿多甲族的球隊 就可以發現到西子雲林的 排球風氣越來越上來 希望的是如果有一天的話 可以讓大城這塊招牌 重新打兩次 也希望我們雲林線的排球會 越來越好 然後讓更多子弟兵可以留住在雲林 然後幫我們自己雲林線發光發光